OK,那我们在ZBrush当然 也可以把我们做出来的3D模进来 之前有讲,有用那个狮子头 所以之前应该已经有印象 就是 不是这里 我把它放在D槽 这里 食指 以期 这个是,这个是还没整理,这是整理好 好,所以狮子头进来了 Click,Drag,建立 好,然后马上按T进入编辑模式 好,那它当然就要补这个后面的洞 所以,其实这边就是进入Dynamesh 好,这边就进入Dynamesh 然后开始,它表面会损失一些东西 呃 当然我们的,也许我们要把Dynamesh开到很高 嗯 768 Enter Dynamesh 然后生成了没 还没 还没 它还在 OK,生成 那这样子后面就补起来 好,那季节也没有差太多 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做更 呃,直接用ZBrush开始做修饰 比如说,一些纹理要更明显 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启动5 诶,还没设 因为这是新的 所以我要设一下1 2 如果你是进到这里的话 就可以再做更多的操作 改变你的模型的长相 改变你的模型的长相 呃,我看一下 我7换成Polish 换成Flatan好了 7 看一下,有,换过来了 所以1 2 3 4 5 6 7 8 我会换成 这边我会把它换成Flatan 好,这个 根据你的需求去改变 好,那X对称打开 应该有没有对称看一下 没有,诶,好像没有对称 那要回去检查 这个模型 也许我是不是叫错 啊,这个是还没叫正好 这样不能 它的对称没出来 应该有发现 有没有,对称没出来 好,那 W 看一下 它回到原始的中间在这里 解锁 中心 不行 它的中心一直没有在正中 好,中心没有在正中 那,我要去 MACE重新叫 校正好那个PBOT 因为现在这个应该是 就是刚刚有开给同学看 有一个 1217 那个PBOT都还没校正 还在旁边那个版本输出的 所以这个现在有那个问题 不过,还是可以先 快速的看一下 在这边还可以做什么操作 不动 先转正一点 OK 左右对称没有 没关系 我们先看半边就好 那 其实我可以在这边 利用DEMP Sender 开始做一些 一刷缩小一点 按着Ctrl 好 比方说我开始加强 它上面的纹理的感觉 好 开始做这样子的调整 那 就会得到的是新的 好 你就不需要 因为我不需要重新建模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快的 生成 新的结构 好 那 当然 这整个去做 细节雕塑 你可以把它弄得更完整 包含 这个地方 这个毛 是不是要再做一次 Focus Shift 关到尖的 这边要多做 要做很多次 太尖了 强一点 我现在没有对称笔刷 所以我现在就是 反正让它左右对称的样子 的毛法 嗯 对 毛法不是只靠单一一个笔刷 因为clay笔刷 你也要想到可以这样子操作 那 那 当然配合物 那我就可以重建 更细致的 好 毛法 那毛法这件事情 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讲到 就是复杂的女性角色或人性角色的 人类角色那种毛法的生成 可是你现在看到我这样做 应该知道 概念是一样 差别在于 就是要花时间 慢慢的处理 好 慢慢的处理 那如果你要立体化的毛 好 要立体化的毛 那 这个就要出来 然后再开始慢慢修 慢慢掉 你如果要立体化的毛 那就要开始做这种操作 如果这里要翘出来 找个地方 转过来一点 转过来一点 嗯 好 这里 刷再小一点 好 这样这里 人家说我这里毛是要翘出来的 那我就得做这样的操作 再进去 细修 比刷再更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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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到 那 这里又要再切回来 3吧 把它补平一点 平衡一下 那 那 对 你就细节上面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弄 越小的东西你就越麻烦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做 调整 可以 现在大概是先给同一个概念 我要重开这个等案 就是可以重新生成一个新的model 然后利用这个模型呢 这里做绘整 那 可以在这边就开始准备做一些 整理动作 就是 b tri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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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urve ok ctrl shift 方向反 整理一下 就是不太干净的可以手动先刷一刷 像这样子做 简单的这个 清理操作 因为我没有开对称x 所以现在在 有透视角的状态下 有没有发现它切的不均匀 因为这个模型目前没有做完全的对称 我没办法开x ok 那 当然可以就这样子的修整 那你也可以用我现在的8 8的这个笔刷是trimdynamic 所以其实它涂掉也是 基本上也是消掉 这个笔刷基本上涂掉也是消掉 trimdynamic 我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些整理 就不要的地方可以先清掉 有一些脏脏的 模型点我可以先把它清掉 因为也许我用不到那个范围 就大概用到 这个地方 这样 然后再做 自己再增加肩胛结构 或者肩胛其实大概也只要到这 再翘高一点 好 手动把毛划出去 让这里把它清掉 这边清一清 好 清干净 那 好 接下来是我自己要加的毛髮区域 所以我就可以 那也不要忘记 这个可以开 因为我现在是一直在用2018.1 我每次都会安装 每次上课都装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子 开始让这些结构 这样子生成上去 好 那当然 也许你不是要这个样子 我现在只是示范一下 呃 这个想法 OK 那 然后再继续往 手动的往后面叼毛 那这个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模型 好 那 呃 那如果你其实如果你要一开始就要全部重雕 要放弃它上面那个石头纹理 有没有 那石头纹理我们可以事后想 因为我可以整体做一次纹理雕刻 好 所以如果你是直接一开始 import的这个进来 再来一次 好 那 又是干净的 被我清掉了 好 OK 那 你可以直接进来就先 那当然要不要先卡的轻轻可以 也可以直接进来就先跑Z-Rumatio 好 直接让它跑Z-Rumatio 跑个 我这个模型大概是50万 45到46 左右 那 把它跑成5万 好 跑完 其实就有基本型 这个就有基本型 我在那边拓幅拓了半天的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 好 我在那边拓幅拓半天的 我在那边拓幅拓半天的 事实上 当然会比这个漂亮 因为这个出来的 眼睛这个结构 它还是会这样子步过去 而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而且如果你面数再给它更低 它能够呈现的效果就更差 可是如果是 我要用这个重雕 那就是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比较方便 把它变成这样子以后 按错 Ctrl-D 细分割 细分割 再细分割 中文输入是不是不见了 1 好 啊 跑掉 OK 没关系 那 Document New Document 这就是ZRemeture 被我Subdivision的那一个 这样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做衍生了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没有一定是哪一个方法 因为 本来我们在做模型就 接受各种的生成方式 因为按Ctrl-D很容易按到Ctrl-F 那就会填满颜色 就造成这个困扰 因为一旦按到这个模型就消失了 按到那个 按到那个 不小心按到就会变成 它就变成一个新的模型 又要重拉一个出来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的操作上 东西不见就是了 只是 有点烦人 OK 那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雕 这个雕又很方便了 好 OK 对称应该还是不太准 对 对称还是不太准 所以还是要从 Mass那边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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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绘胖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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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